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中國真的是年年下角質 老師剛剛請你講一些數據了 我們來看 這是美國海軍新聞 昨天提到了 中國的大連造船廠 正在一次建造5艘052D型的驅逐艦 而且每一個都在不同的攻段 就是它可能是快好了 第二快好的 第三快好 第四快好 第五快好 不同的階段 所以它是一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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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那目前中國在驅逐艦的部分 052D L還有052D 加起來是25艘 再加上這五艘 甚至未來的下餃子 很有可能短時間之內 就能夠有長足的發展 那美國的海軍新聞也提到 這個大連造船廠 是中國的大型戰鬥艦的 兩大船廠之一 然後2020年的時候曾經 一天下水一艘052D和055大驅 萬噸大驅 而且它只是 之一 中國大陸最大的造船廠是上海的長新造船廠 它的造船能力是比大連造船廠更勝一籌的 那狀況當然會讓美國一些軍事專家就有點擔心了 就說你看 想像一下你在西方的一個船屋當中 同時看到五艘正在建造的 宙斯級神盾艦 這不是 這還不是中國最大的造船廠 簡直是嚇死人 今天是嚇死人 美國國防部也做了相關的統計 2020年中國海軍建造的速度世界第一 在之前都是美國 2019年中國創造一次下水 十艘驅逐艦的紀錄 2021年也有八艘 所以事實上是在2021年才超越的嗎 可能在2019年甚至更早 中國的造船技術造軍艦技術就已經超過美國了 那為什麼這麼厲害 來 一樣 跟剛剛的無人機一模一樣 因為民間很發達 政府就很省錢 來 亮哥昨天提到了給我們的數據 中國的造船業我們來看 2021年去年 中國的造船業造船的完工量 佔世界的47% 新接單的量世界百分之的54% 手持訂單量是世界的47.6% 而且中國有六家造船企業的造船完工量 還有接單量跟手持訂單量 都是世界前十強 在2018年他下水的軍艦是美國的四倍 等於是造了一支法國海軍出來 一樣的道理啊 因為中國的造船強 所以它的軍艦做得快 因為中國的無人機市場蓬勃發展 所以它的無人機也比美國厲害 這個大概是很難 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了 這個單身廣民安排的題目 我們第一個小時在談這個金門的無人機 第二段在談這個海軍軍力的比較 多讓人心情不好 現在是怎樣 觀眾朋友 這個有人會希望兩岸打起來 兩岸不合 剛剛幾位前輩提到的這些問題 因為美國他需要一個假想敵嘛 所以看烏克蘭這樣打一打去 俄羅斯這樣繼續打啊 大陸這個也是啊 但是當你講這個大陸的海軍的實力 越強的時候 對美國的軍火這個複合體 他們很受用啊 你多弄一點啊 你越強大越好 那我才能爭取更多的預算 再賺更多的錢啊 對… 你千萬不能停啊 你越超越我越好 剛剛卓老師講的那個數字 他們開心得不得了 你看他們才有辦法在國會要錢 你看他做那麼多 他的超音速飛彈什麼什麼 他們這些軍火上講的話是能聽嗎 各位朋友 這些比較 因為單身廣比較是 譬如說你比較雷根號跟山東號 他們是兩個大國的比較 如果拿我們海軍軍力比較 那就不要拿出來比了 宜蘭艦 你拿出來我心情又不好 所以就不要比了 因為如果真的大陸要打我們的話 他是不用出動航母的 在他整個東部戰區的機場 我們因為台灣海峽 這個距離就是最短的130 最長的也是400公里 我們所有的都在他的作戰半徑範圍 根本不用出動航母 他不需要載胎嘛 他直接從機場起飛 他執行人往飛回去了 所有我們全島 都在他東風飛彈的射程範圍 這在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能打 也經不起打 我們從來沒打過 從1949年國民政府撥欠來之後 我們說我們台灣本島從來沒打過 因為823炮戰打金門 我們根本沒打 連澎湖也沒打 所以我們不要打仗 這個是最高的指導原則 我舉個新聞 但是我要把這說清楚 因為是裴洛西來的時候 這個大陸的外長王毅 他很怒啊 因為大陸整個系統 他就是開始開罵了 所以那時候王毅又講說 這個如果我們國父這個友靈的話 會罵蔡英文是不孝子孫 當然我們這個陸委會 當然就是要批評嘛 就是又回應又對罵 但是觀眾朋友我講兩點 王毅的講法我不認同 我用另外一個講法問大家 這個是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這個所謂的抗中保台 請觀眾朋友想想 抗中保台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選舉的利益 意識形態動員等等 抗中保台是符合民進黨利益的 這個我承認 那我的問題是 抗中保台符合國家的利益嗎 我現在不是在談民進黨 因為你如果站在民進黨立場 對啊 抗中保台好用 好使啊 不管是洗腦也好 騙票也好 抗中保台很好用 但是抗中保台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第二個 這個互不隸屬 說我們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是蔡總統去年在國慶大會講的 所四個堅持之一 說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也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那我請問你 我一樣的邏輯 它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蔡總統 蔡英文我指引你來說 因為你又是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又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你的某個程度上 你的角色是衝突 因為當很多議題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互不隸屬跟抗中保台 當我們中華民國的利益 跟民進黨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 蔡總統你會怎麼決定 你會怎麼取捨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今天講這我比較抱歉 我僭越的講一句說 蔡總統 我禮貌性的請問你 你愛國嗎 蔡總統你愛的是中華民國嗎 蔡總統你愛的中華民國跟我一樣嗎 我覺得很像不太一樣 我公開質疑你啊 那如果你真的愛國的話 你怎麼會互不隸屬呢 你怎麼沒有依照我們的憲法呢 你怎麼在玩抗中保台呢 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那我們憲法要改了 那改吧 來改啊 兩岸關係條例也可以廢了 大陸委員會也可以廢了 那時候柯文哲有講過 那你把陸委會廢看看 你把陸委會併外交不好 你試試看啊 那時候就不會有台海危機 因為直接打過來 不會有台海危機 他就直接開打了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弄清楚 因為民進黨的洗腦太厲害了 那我們又有一些人 跑去附和民進黨的主張 我實在是很難過 沒有什麼互不利 沒有什麼抗中保台 那是動員 那是選舉的伎倆 不要被民進黨騙了 我們還是有轉變 沒有人希望台灣會變成 烏克蘭或變成香港 沒有人希望這樣子 當我們還有選擇餘地的時候 當我們還可以講話 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才說 我們要去檢討說 在整個第四次 台海危機的過程裡面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蔡總統你讓裴洛西來 符合民進黨的利益 因為太好了 美國第三號人物來太好了 可是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海峽撞線不見了 兩岸的默契沒了 這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嗎 不符合啊 不然無人機怎麼會這樣費 如果今天還是 馬總統執政的那個路線 如果2016年當選的是朱立倫 2020當選的是韓國瑜 會有這些事情嗎 我們會討論這個嗎 早就換題目了 你討論這幹嘛 馬英九那八年 我們又在討論這個嗎 沒有人要看啦 那馬英九八年討論這幹嘛 討論這陸克來 怎麼處理 ECFA討論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這個市民業是怎麼可以坑陸克 怎麼沒有準備足夠垃圾桶 洗手間很髒 怎麼一條龍的 怎麼旅行這個賺錢 我們那時候討論是這個啊 這欠了怎麼投這個 題目都換啦 那是因為總統換了 政黨的那個 雅倫 雅倫你有聽懂了嗎 Aaron Fieber 你聽懂了沒 到底是你是普林斯頓 還是普林斯頓的 你們好了 我還普杜蕾 你們好了 太離譜了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想清楚 我對蔡總統 你抱歉 蔡總統你愛的是民進黨 你愛的是台獨 你愛的不是中華民國 說得真好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 快點購 掃一下